台中市的一个紧急状况 当时这辆救护车呢 车上载着一名车祸伤患 紧急鸣笛要送往医院 在经过路口红绿灯呢 你可以看到其他的车辆 全部让道闪避 但是独独只有他 这辆将近千万的保时捷 挡在路上他不动就是不动 不管你按喇叭车外广播 他仍旧不为所动 一直到后方车辆驾驶看不下去 还帮忙倒车让出空间 虽然这个挡道的行为呢 最高只能开罚3600 对于保时捷车主来讲 可能不算什么 但是如果影响到旧医 而造成不幸的话 就看他过不过得去 自己良心这一关了 旧护车10万伙计后送伤患 偏偏遇上个超牛跑车驾驶 喇叭也按了警示器 加上车外广播三管旗下 前面的这辆跑车 就是一动也不动 看看另一个角度 其他车辆听到后方救护车 纷纷让道 只有这辆白色的跑车 竟然就停在路口 一秒两秒过去了 就是不动 旁边的车辆看不下去 最右边的往前开 中间的这辆车想尽办法 往右移动 但无奈空间不够 因为就被这辆白色的跑车 给挡住了 救护人员说当时真的 着急的不得了 这辆车刹车灯仍然闪闪闪 不动就是不动 等了至少30秒 车上载的是车祸的伤者 幸好没有延误就医 消防队员也到派出所备案 要找这辆跑车的驾驶说明 如果是恶意挡道 可能罚1800到3600 对跑车车主来说 罚单可能是小 但真的因此让车上患者 延误就医 自己的良心这关 可就过不了了 记者在中部的综合报道